來,請坐 好好好 那個誰沒來,那個... 直播宣 呃,橋宣啦 橋宣沒來 有,橋宣在忙找到做的事情 好好好 直播開了嗎 直播開 我用直播嗎 對,我用直播 呃,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現在在直播前面 觀看我們這個 新黨反對108課綱的記者會的朋友 大家好 那我們知道呢 最近108課綱一直在延燒 除了這個我們的一個歐老師 說這個108課綱是無恥課綱之外 我想 108課綱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去中國化的問題 而去中國化 不僅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發現呢 它還是一個日本黃奴化的課綱 我們口裡面可以看到 講述日本歷史的時候呢 處處送揚日本殖民台灣有空 處處在談 日本在台灣有做了多少的建設 卻完全不提日本殘殺台灣人的血淚歷史 我不知道日本在台灣 殺害台灣人超過30萬人 還欺騙台灣的婦女去做慰安婦 還說這是台灣婦女自願的 這些血淚的歷史 我們發現 我們的執政黨民進黨通通不提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新黨來這邊提 新黨反屈中化 更反黃奴化的 這個課綱議題 希望大家更重視 我們現在108課綱去中國化的這個問題 對我們下一代的子孫的影響 所以呢 我們今天先請我們的新黨黨主席 吳成年呢 先跟大家對這個108課綱 表示他個人的意見 各位媒體的女士先生 各位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新黨啊 邀請這個專家 還有這個來探討這個題目啊 這個新黨 我們非常堅定的反對 108課綱 這樣的記者會 這個去中國化是一個何等 令人不可思議 而且對我們的子孫 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事實上也不可能成功的 這樣一件事情 在我們台灣啊 浪費了這麼多資源 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精力 然後這麼多對立 讓這個社會啊 沒有辦法往前衝 所以我們很嚴肅的 也很誠懇的 也很誠痛的 要來呼籲我們的這個 全國的這個同胞 我們要正式去中國化 這個非常方唐的 而且不應該的這個行為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這個 這個教育的內容 要所謂什麼同心言 不同心言 那我們台灣人 只要教台灣的歷史文化 那我請問你啊 你在金門 我在金門做立委的時候 就我們的鄉親 所以我們金門人 都學這個台灣的歷史 我們自己的歷史呢 我們課本上呢 要讀這個彰化的八卦山 可是我們金門的太武山呢 也沒人教啊 是不是 那媽祖 媽祖他那個 那個這個這個 是民北福州化 那他的文化呢 跟金門又不一樣 那以台灣為中心 那台澎金馬呢 都要接受這個 這個台灣的這個 這個為主的這個教育 那那那那那 那人家會去台灣化啊 所以去中國化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不好的政治考量 非常不好的政治操作 去中國化 然後不願意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我們是一個中國人 明明是一個中國人 怎麼說我們自己 不是一個中國人呢 你的祖先就是中國人啊 那祖先生下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啊 假設現在我們自己認為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明明是中國人 講的不能不是中國人 那幾代以後 我們的你的子孫 他又要做中國人了 那你是那你算什麼東西呢 你的祖先也是中國人 你的子孫也是中國人 你說你不是中國人 所以在台灣 雖然很多講這個去中國化 不做中國人的人 很多事實上可能 啊 內心裡面 或實質上 可能都是不是中國人 那你少數不是中國人 你怎麼可以去綁架 去影響這麼多 拜中國祖先的中國人 拜中國神的中國人 一定要把他綁架過去 所以這很清楚的 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台灣過去這些人 已經被這些政治操作 被台獨啦 去中國化啊 已經把我們的國力啊 損失代半 假設我們不及時悔悟啊 繼續隨著民進黨 隨著執政黨 往這種方向發展啊 台灣 非常的危急 台灣的競爭力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我們現在你想想看 有學校有教授 有校長 可是沒有學生 年輕人不想結婚 不想生小孩 現在一年 小孩子出生率只有13萬 過幾年後變10萬 變8萬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呼籲 不管是政治上的人物 或是政治舞台上 或非政治舞台上的人物 我們選民也很重要 要告訴他們這些主張 去中國化的 要改中國課綱的 要改我們教育課綱的 要搞台獨的 要集思 其實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來不及了 但是還是 這個 要扭轉這個頹勢 不要讓我們台灣 繼續向下沉淪 非常痛心 也非常沉重的 我們來開這個記者會 這個起向高樓撞小鐘啊 不信人間而進龍啊 希望大家冷靜 很面對自己的良心 面對我們的歷史 好 我們謝謝新廠主席 那接下來我想 針對這個台獨課綱 的問題 我們今天 特別請了一個學者專家 我們的潘朝陽潘教授 他是中華奉原學會的理事長 也是釣魚台教育協會的理事 也是歷史教育 新三次運動協會的常務監事 我們知道昨天 剛好也有一個釣魚台的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的歐老師在問賴清德 釣魚台到底屬循我們的 這個賴清德是不是要表態一下 所以有關於我們台獨課綱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潘朝陽潘教授 來替大家說明這個台獨課綱的問題所在 我們請潘教授 還有我們吳主席 還有我們王秘書長 還有孫庫秘書長 以及我們在視頻裡面的各位朋友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 受這個新黨的我們吳主席的邀約 所以專門在這個場合 來表達一下 我呢 對於這些年 大概差不多有三十年左右 我們台灣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 那個現象就是說 那個台獨課 它已經可以整個的籠罩 整個的這個控制 台灣的基本的國民教育 那麼這個現象不僅僅是在蔡英文 上台之後的108課綱 它其實它已經有一段歷史 蔡英文的108課綱 這種台獨歷史教育的課綱 其實是等於是他們心目中 要建立一個去中國化的 所謂的台灣國的一個意識形態的 最後面的一個文化教育的工程的一個完成 這不是開始 這已經幾乎要收割了 所以這種嚴重性 一般來講 我們台灣啊 這個王同眾民 基本上是不理解的 來自於全部海峽兩岸的中國 大概也不太知道 這個是潛水亭式的文化教育的態度 它根本不需要法理態度 它就是根據我們通過教育 用教育的方式潛移默化 就讓台灣的新的一代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在今天借這個機會 我要談的就是說 這個台獨史的課綱它的本質是什麼 同時我也要告訴各位 它在教義上 它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一代人 國族認同的一個異化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底下呢 我就就幾個重點 來跟大家說明 那麼第一點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台獨史課綱跟他的教育 他內在是有一個核心的 這個核心就是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 那麼這個所謂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 最重要的它裡面有一套東西 這套東西是黃明化史觀 跟中戰史觀 等一下我後面會說明 那麼黃明化史觀跟中戰史觀 這個可以二合一 合在一起 它是針對著我們的台灣的光復史觀 而下後復 也就是說這裡面是 絕對是只有你沒有我 你的存在就是 意思就是你必須要消滅 也就是說我們在台灣 台獨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根據黃明化史觀跟中戰史觀 來去掉我們台灣人的光復史觀 那麼這個思想的意識形態是從哪裡來呢 它首先最重要的是 舊金山合約 舊金山合約就是要把開羅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把它否定掉 那麼也就是說在舊金山合約裡面呢 他們只是說日本只是放棄台瀑 就是台灣瀑布 而不是歸還中國 那麼這個地方就 就含長著有一個台瀑布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台灣地位未定 台灣要託管 最後面台灣瀑布 那麼這一套東西呢 會影響到這個後面 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 他在反中冷戰的第一島面建立之後 他就一個主張 也是一個堅持 就是台灣不可以跟大陸重新瀑布 所以呢 在他們這個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這些重要的對華的這種的特務 這種特別的工作人員 譬如說有一位 就叫葛志超 又有人翻譯柯喬子 他一系列的著作呢 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呢 他就是宣傳台灣地位未定 台灣要被託管 台灣必須讀讀 那麼影響之下 台灣就有台獨 我們今天講台獨史的課綱 他們有兩個聖經 第一本是史明的 《台灣人四百年史》 另外一本是王玉德的 《台灣打兩點苦悶的歷史》 這兩部書 兩部這個著作 是裡面的所強調的就是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有功 另外一個是新興台灣民族論 要注意喔 這就不是中華民族了 是新興的一種台灣民族 第三呢是主張呢 文化種族血統的多元的台灣論 而不是中華文化喔 中華文化或者叫做漢文化 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 那麼第四個呢是高度的送揚 日本跟西方的文化 給台灣文化社會帶來的現代化 那麼這個整個的這四大點 就否定了台灣的中國主體論 強調台灣優越性 在這種台獨史剛的支配之下 台灣跟大陸啊 兩個啊 是二分對立的一個存在 大陸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 好 那麼我就去講第二點 第二點呢 他們的操作的方式是什麼方式呢 操作的方式就是李登輝杜振生開始的同心原史觀 那麼這個就是台獨史克剛史作用者 那麼這一個這個同心原史觀 其實他基本上他就是強調的就是台灣主體跟中國客體 一個是主一個是客 把它二元對立起來 那麼台灣那是台灣人史的中心 我們台灣人的歷史的中心 這個是本國史 那麼中國史呢 是在同心原的外圈 它是屬於外國史 它是一個客體 這就是二分對立 那麼這種 這種是從李登輝開始就在認識台灣教科書 就開始推行 那麼好 這個同心原 他也不是一種自己創造的 他其實是根據在日據時代時候 日本軍防在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那個階段 日本有兩個同心圈 一個就是大東亞共同圈 它的原心是東京 另外一個是大日本南進的共同圈 那麼這個核心呢 就是台北 杜正勝他們的想法 就是把這個日本時代的日據時代的這種同心原的觀念 都套在我們的國民歷史教育裡面 來產生影響 好 那麼這種的這個同心原的史觀之下呢 這就有一個情況就出現 就是 背後就是有典型的 惨媚日地的黃明化史觀 以及中戰史觀就出現了 這個不是在蔡英文108課綱才開始有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再 再 再接下去 我們就要討 第三個 蔡英文的台獨史108課綱 那麼首先我們要了解 蔡英文的108台獨史課綱 是台獨史教育的深層化跟全面性 全面化 那麼他呢 核心的操作方式還是同心原史觀 那麼中興就是國史的台灣史 可是他跟前面的認識台灣的 也就是說從杜正勝 李正輝杜正勝開始到陳水扁的九五課綱 九八課綱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陳水扁之前的我們高中的歷史教育裡面是 第一本是台灣史 高一就要開始上 第二本呢是中國史 第三本呢是世界史 但是到蔡英文上台之後的108課綱就不是這樣 他第一次是台灣史 就作為本國史 第二次沒有中國史 他第二次呢 整個叫做東亞史 第三個才是世界史 換句話說 在高中的歷史教育裡面 已經完全沒有中國史 台灣的年輕一代 他不必學習中國的歷史 這種情況就是 比以前的李登輝杜正勝到陳水扁時代的 台獨史的課綱還要更深刻 還要更全面性 來推動台灣國的台獨史的教育 那麼這個課綱呢 裡面有很多的他的性質 比如說他這個是那個 對於日治時代 他們稱日治其實就是日據時代的 這個日本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 他們以高度肯定 說這個是帶來台灣的現代化 那麼在這個課綱裡面呢 他就強調的是 是這個日據時代之前的清朝的台灣史 那個漢民族來到我們 我們福建人 這個客家人到台灣 移民到台灣以後的那一段清朝的歷史 它是淡化我們清朝台灣史的內容 高度來肯定 荷蘭、西班牙、英國等西方強國 在清代台灣的正面性 那麼同時呢 在日據台灣後面 那麼就是光復時以後 光復時根本不談 只有台灣光復簡單一句話就帶過去了 那麼他們的著重是什麼 如果你們去翻我們現在的高中的歷史課本 你們就會非常的驚訝 它是以扭曲偏薄的觀點敘述 這個國民黨執政的這個台灣呢 是什麼呢 是戒嚴的專政的台灣 從李登威開始之後呢 才是我們台灣本土化的民主自由的台灣 這個區分就是把你以前的 原來從大陸過來的中華民國的法統給你去掉 然後在教育裡面灌輸我們台灣的國民呢 說我們呢 現在的這個國家這個政府 才是我們真正台灣人當家做主的國家跟政府 那麼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態 那麼他們實施了這些年有沒有效果 有效果的 所以我最後呢我有幾點結論 我要告訴各位 第一個這種的實施 台獨史的教育實施之後呢 台灣人30年來很快的 而且很巨量的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第二點呢 台灣人已經自以為自己的國家是台灣國 第三點呢 台灣人在這種台獨史教育下呢 以大陸之對台灣極不友善的敵對的中國 那麼第四點呢 台灣人無至於真正的台灣史 也完全陌生五六十年以上的悠久 豐厚博大燦爛的中國文化跟歷史 當然也不能體悟台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 離開中國文化就沒有台灣文化 第五點呢 是台灣人這樣受這種教育之下呢 也會無知於世界史跟世界文明的傳統 第六點 如此下去 台灣新的一代 自然他就是蒼白的虛無的 乾枯的一群失落的人民 獨立的那個國度 當然必然是空虛幽靈式的台灣國 這以上呢 就是我跟今天呢 借這個機會啊 非常感謝我們新黨 以及我們吳成典主席給了這個機會 跟各位朋友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謝謝潘長教授給我們這麼精闢的說明 其實日本在台灣做的事情劣跡斑斑 但是呢我們的柯剛 卻以這個包揚日本在台灣的貢獻為主 充分展現整個黃奴化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現象 也讓我們下一代的這個這個我們的年輕人 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他的國家是誰 所以呢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政策中心 新黨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那個孫正元 來針對這個台獨客綱呢 因為他是也是學歷史的 所以呢 我們就請這個鄭元兄 來替我們做一些補充說明 主席潘教授 王富蜜 還有在一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跟我們在直播前面的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個人今天的解析 會比較停留在 畢竟沒有潘教授這麼有學問 那個 所以因此我今天我會停留在 比較技術上層次的部分 來討論我們今天課剛所面對到了嚴重的瑕疵 首先第一個 同心元 世人認知的過程 沒有錯 但是請注意 他認知的方向絕對不是由地域跟空間進行認知 而是針對事物進行認知 怎麼說呢 就在這兩天也是有一位史學學者 張若彤先生 談到他學長講的幾句話 他第一個 他怎麼形容人生 他這個高中以後的求學歷程 第一個 高中求學 像逛住家附近的傳統市場 很方便 很多本地貨 但是也很多假貨 先說這個假貨並不是交錯了 而是因為教學課本 不是說每一年都在改 每一年都會變 所以因此這個假貨各位不要誤解 接著再過來 如果等到你要念了大學 好 好 謝謝 好 好 如果你要念大學的話呢 就怎麼樣 像在逛百貨公司 念大學就像逛百貨公司了 你可以看到來自世界上各地各式各樣包裝不同的商品 但是呢你只能挑自己喜歡的 為什麼 你進了大學以後琳琅滿目各式的學科社團 但是最後你會發覺你會選一個你喜歡的 所謂負擔的學者就是你喜歡的 而你覺得你可以深入進入 投身進去進行研究的意義 好 接著再來呢 等到你要念研究所的時候 好 對不起 你念研究所博書或是班的時候 就很特別的 叫做製造商 什麼 謝謝教授 謝謝師兄 好 什麼意思叫做製造商啊 就是啊 好 你呢從上游進原料做 進林業做原料做自己的商品 如果假的你進的原料跟商品不適合的時候呢 好 你可能就要自己打磨這個商品 所以有些時候啊 你在做這個 你在念博書師班的時候 可能你為了要做出你理想出 你理想的夢想的商品 怎麼樣 你可能要當農夫 你可能也要當礦工 甚至也要當工匠 好 所以呢就是這樣子呢 不是說只拿到你手邊啊 這個這個拿到手上 什麼東西啊 拿到手上就是菜 所以告訴各位 真正的同心園的認知 應該是這個方式 不是從空間 而是針對那個事物 這就像是什麼 在我們這一次教改 特別是歷史科的教改 面對到最大的困難是 很多的家長代表 不明就里 到了 在開會的時候 只跟教育部講一句話 你國中念一樣的歷史 高中念一樣的歷史 請問 念一樣的為什麼要念兩遍 這樣的講法是一個標準的錯誤 而這樣的認知的方式是什麼呢 各位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今天以三國演藝這個當作例子 我們應該是怎麼樣 在國小 國中的時候 先從看漫畫版的三國演藝 再來看呢 所謂的青少年版的 這個文字的三國演藝的小說 應該是先從這個地方開始吧 好等到高中 你更有興趣了 那好怎麼辦 開始直接讀羅冠中三國演藝的原文 如果你更有興趣 怎麼樣 因為你的三國太有興趣了 最後怎麼樣 我要想了解歷史是什麼 大學的時候 請你開始 直接去讀承受的三國志 各位 真正的同心圓認知是這個 而同心圓不可能成為史冠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 同心圓的設計 有道理 但它發生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而這個錯誤 基本上嚴重搶害了我們現在的國高生 國高中生對歷史跟文化的認知 好 接著再過來第二個 我們從課文內容當中找一些問題 這個版本 那個我今天就不講是哪一個學校的版本 這個學校的高中版本的高一歷史的第一章的序論 他的誰的歷史裡面 特別引用了歷史學者 這個不好意思 在這個教授面前 魯班面前弄大福 就是那個艾德華卡爾 艾德華卡爾他講過一句話 歷史是歷史家與歷史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 現在跟過去永無止境的對話 各位你聽這句話我今天說的不好聽 越聽越玄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不是現在史學當中一個研究的 研究的一個這個理論叫做歷史相對論 但是請問一下各位 你在今天的一個高中生 有必要接觸到這麼深入的史學的這個概念嗎 而且甚至於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歷史相對論當中他所講的是歷史學者跟他所處的年代 還有他在這個時間的序列當中進行思維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出來的一些現象跟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指涉的是這個部分 而但是呢我們看到課文裡面剩下講的 我就不引述了 他把歷史相對論的這個概念引述為說史料就要多元 以前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的證史都是官方的這個聖英雄史觀跟聖利者的寫法 對嗎 其實可以告訴各位 歷史相對論絕對不等於所謂的多元史料 而且還有中國傳統進行史學的研究本來就是多元史料 那今天我在想一件事一個高中的歷史老師請問你怎麼操縱 所謂的這個歷史相對論的這個概念 我們還不要講卡爾這本他的名書 什麼是歷史 這本書實際上在學界 在我們歷史界是毀於參半 是毀於參半 其實告訴各位 如果你要真的要這麼解釋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只能進入中國傳統島照 來 今天我們要引述是誰的文章 唐朝柳東元的封建論 我用黃筆框起來了 黃筆籃子 新黨的顏色 黃筆這個籃子框起來了 就是他這篇文章重要的內容 他就講秦代人一開始實施俊憲制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秦二世而亡 就是因為實施俊憲制 不是就跟著 就實施俊憲制 秦二世亡就是實施俊憲制 可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但是在秦的這個亡國的過程當中 真正起來這個造反的郡守到縣令跟縣長 其實基本上趨近於你 反而出來革命的 都是我們講這個 所謂的這個這個 以大陸詞彙來講 都是農民起義 但是可是我們再反過來看 好 漢代為了覺得說 這個封建還是有封建的好處 所以在漢出的時候 所謂採取軍國並行制 在軍國並行制的過程當中 最後才 最後你可以總結一個現象 漢代有叛國 就是諸侯國跟王國會叛 請問一下 漢代有沒有叛俊 一個俊 一個俊造反 沒有 而且秦王是因為俊憲制王嗎 不 這個所謂的這個 人意不失攻守之士一言 假意的過情論 好 所以因此告訴各位 你今天啊 恐怕這個這個歷史老師 要先帶著國文老師 一起帶著學生讀這篇文章 讀完之後再告訴大家 柳宗元好好的 每次寫個封建論 在嗎 各位可否知道 柳宗元所處的唐代的那個時期 正好就是唐代這個安史之亂之後 各地的這個節度史分歧 最後形成了藩政割據 到處都是割據的軍法 而怎麼樣 中央你要強勢 強勢就是要消除這些 這些這個藩政 藩政各位如果讀過一些唐代的文學的 著作當中的話 都應該知道 藩政在唐代就已經有些人 在文學著作當中 稱他們為諸侯 就已經稱為諸侯了 所以告訴各位 你如果假如說今天要解釋歷史相對論 搞不好你要帶著學生先看這個文章 然後再了解柳宗元寫這篇文章的背景 所以告訴各位 這個東西就是你在不同 你歷史學者在不同的環境 跟不同的視野裡面 怎麼去看往事 怎麼去看過去的歷史 各位這個不簡單耶 所以今天一個情況是 謝謝老師 今天一個情況是 你今天如果你不做這樣的帶領 不做這樣的教育 歷史老師恐怕你 對你教的學生 學生會越聽越聽不懂 我覺得說雞同鴨講都是好聽啊 這個鴨苗助長 這個更嚴重 更嚴重 好接著再過來我們來講 這個呢 是現在的課綱裡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有個好處是會出習作本 習作本就會把這個 就會做圖表 把這個老師這個課程裡面講的東西 把你整理出來 但是請注意啊 在這個整理當中 剛剛潘教授所講的東西 在這個所講的這個 所謂的教學課這個裡面 一覽無遺 我們今天就舉兩個例子 首先第一個 什麼是歷史 他講人類往事的事件與行動 好然後接著再過來 就是這個是廣義的 還有什麼透過文字 考古遺址文字 歷史圖像來記錄這個 這個原則上我們不太反對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 他在講建構台灣海洋文化過程當中 有史前實習 有明末 有大海海實習 有日治 我老天啊 各位可否知道這些年代長 長不了多久啊 他中間竟然跳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跟各位報告 清代在台灣統治了多久 如果你以台灣為這個這個核心也可以 告訴各位 從康... 抱歉 清康熙22年 168... 紀元1683年 鄭成功的孫子 鄭克桑投降 到清康熙23年 台灣正式納入清代的版圖 大清的版圖 一直到清康熙21年 1895年 千里馬環條約到1896年 日本政府正式在台灣開始殖民 各位 台灣經歷清朝的統治 時間不長 不過212年 我可以告訴各位 中國歷史上有212年的朝代 搞不好還不多欸 可是清代在台灣統治212年 那我想請問 你現在在這個課程的內容當中 你在這個課程內容當中 你所提到的 有大航海時期 有這個大航海時期 有日治 日本統治台灣才50年 對不對 那明末的話 那個時間更短 明代在台灣沒有設置 沒有設置管理機構 但是文像你記得 澎湖曾經有類似 一個比較基民的單位 叫設到澎湖 但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台澎台澎 都講在一起 那所以因此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請問 這個課程 你怎麼能不說他大有問題 好再來 我們再來批判另外一個 他講說 透過考古遺址和文字的影像紀錄 來認識歷史 那非常好 那如果假如說 今天我們要用同心園的認識 那對不起 我們今天強烈要求 在台灣北部所有的課程 請不要告訴我 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候怎麼樣 因為荷蘭最 荷蘭早期只有統治到台灣的南部 後來把西班牙人從北部趕走了 才來統治北部 對不起 請你現在所有的教程 把這個東西列入你的內容 這個東西就是西班牙人在台北 在北部地區統治相關的資料 而我手上的這一張照片 就是在基隆的一個討古遺址 地點就在今天 就以前的中傳 就現在叫做台灣國際造船 基隆廠的停車場 在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挖掘出來了 西班牙人曾經在基隆 去了解復原的程度 所以今天請你課本要編的話 如果要同心員 對不起我北部人 我要知道西班牙人怎麼統治我 我可不要管你荷蘭人後來如何 荷蘭人是你趕走了西班牙人以後 你才來的北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甚至今天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才是真的 講遠點 這地方才是真的公運勝地 為什麼 因為西班牙人在統治基隆的時間 還曾經在西班牙人史料裡面 還曾經發生過 西班牙人從菲律賓帶到基隆來做工的 菲律賓勞工 最後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場移工暴動 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這部分 我們就不多講了 接著再過來 我們就要跟各位報告了 最後 我們今天就要來檢討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是教學領導考試 還是考試領導教學 坦白說 應該教學跟考試是互動的 他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 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 但是今天 我們在這邊要出示一些題目給大家看 請注意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指考的題目 都是我們指考的題目 第一個 現在的歷史考試 從民國79年的大學聯考開始 模仿大陸的高考的歷史考卷出題 所以題目都很長 答案都很短 要不然就是呢 他這個很簡單的題目 請問下列何者為是 請問下列何者為誰 非 都是很長的敘述 所以因此 我們現在歷史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請注意 今天 現在所有列在我剛剛講的 這個歷史概念 什麼裡面的題目 沒有一題是課本裡面講的問題 像好比說 他舉到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這個老師 這個潘教授一定有印象 1934年 就民國23年 時貨半月刊創刊 其編輯的話中指出 史學雖不是史料的單純排列 史學卻離不開史料 理論雖不是史料的單純排列可以產生 理論並不是原型一百 就算成功了 中國社會史的理論鬥爭 總算熱鬧過了 但是如不禁一般史料 一般一般史料的搜尋 特殊的問題提出跟解決 那進一步的理論鬥爭 斷斷不可能出現 作為編輯要表達是什麼 我請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今天讓一個高中生 他根本連史或雜誌是原的還是扁的都不知道 然後再過來 這個東西某種程度上來講 以潘教授跟這個潘教授來講 或再下一號 我們學歷史 這是可以寫 這個應該是問答題 這個不是選擇題 因為這個東西你不可能三言兩語 這四五個字就把它寫完 所以請問一下 今天已經不是所謂的教學領導考試 或者是教學跟考試 嚴重脫鉤的問題 而是一個情況 這就是中國一句傳統的成語 這個叫做不叫而殺 後面三個字我就不講了 這就是標準的不叫而殺 好 最後還有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 就我今天節目最後 這個很糟糕的一個狀況 再跟各位報告 抱歉貌件東西有點亂 來 這個題目 民國一百年的指考題目 資料一 文獻記載 中國官方跟台灣著名的接觸 可以接觸到三國與水帶 台灣與大陸有著極其密切的歷史關係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居住在台灣高山族 是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這是資料一 資料二 在歷史時代 文獻記載中國官方 與台灣著名的接觸 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代或是水帶 假設文獻記載的島嶼指的是台灣 這類的接觸也是偶發的 不連續的 數百年難得發生一次 在本質上不是歷史的關係 我們甚至可以說 正由於這類的記載 我們可以確定 台灣不是中國自古即為領土 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下面文字 都讓我就不念了 各位請問一下 你今天要個高中生 在考試的時候表態 你今天是不是透過一個考題 讓學生表態 那你在統徒意見上的表態 這個東西已經不牵涉 中立解釋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今天還不止 潘教授講了 所謂的奴化史綱 台獨史綱 同學院史綱的重大物妞 杜正盛等等 一干人等 這些人的問題 你今天光在考試 這100年之後 只不過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不過就是十幾年前 所以你今天碰到這麼嚴重的問題 而且在考試上是這樣子出考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 未來我們的歷史教育還有未來嗎 所以最後今天 在下講一下 在下的結論 非常簡單 就是這句話 聖經有一句話 凱撒的歸凱撒 上帝的歸上帝 那今天同樣我們也要說 凱撒的歸凱撒 請把歷史還給歷史 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鄭月兄 他對歷史非常的透徹 而且他還把這些考題 以及目前實際的問題都點出來 我想呢 我今天就在這邊做個總結 其實歷史並不複雜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就像剛剛正元說的 什麼凱撒 就是歸凱撒對不對 歷史就回到歷史 那歷史的真相 就是歷史的真相 所以我今天呢 順便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呢 是我們一個非常注意的教授 徐忠茂寫的 日軍鐵體1895到1945 大陸、台灣、朝鮮、南洋 他所收集的所有的圖片 那這些圖片就是歷史 那這些圖片就是歷史 這些圖片就是真相 日本人在台灣做了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在台灣的屠殺 這個就是鐵證 不僅殘殺 而且他們還怎樣 以把他們的頭斬首為樂 然後他們拍了很多的照片 這一張更為血腥 這個攝影技巧蠻好的 因為他剛好拍到頭顱砍下來的那一刹那 雪光事件的這個結果 所以呢 歷史就是歷史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如果今天 日本侵略台灣 他把他想著 日本只是進出台灣 各位在場 以及在直播看到這個畫面的 台灣的同胞 你們認同嗎 這只是進出嗎 這些殺害的照片 琳瑯滿目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來看日軍鐵體 這個是 許周茂教授 他把所有的這些圖片收集起來 這就是歷史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肯定希望 今天執政黨 以及包含未來可能執政的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 你們這些總統候選人 希望你們將來執政之後 要把歷史真相還給人民 人民要的是歷史真相 我們要把歷史真相 確確實實地交改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也許不需要把仇恨遺傳下去 但是真相不容抹滅 這是我們今天開這個歷史科康記者會的目的 也希望在座的媒體朋友 儘量幫我們發聲 把這個訊息傳遞出去 以上就是我們的記者會內容 主席下面要補充的 那我們問問在座的媒體朋友 以及與會的來賓 有沒有問題想要詢問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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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扯一點 這個很好 那個投票 這個八天 八天 你們每一天都會 我們現在撥亂反正 謝謝 謝謝 謝謝